这是刚刚看的课程 从网上买的一本书 给孩子的五十堂 情商课 今天呢我就先读一 第一 第一集 编辑 编辑的记 第一集认识自我 突就唱歌 古时候 有一种叫突就的鸟 头和镜上都没有毛 叫声令人恐怖 有一天 一只突就在天上飞来飞去 看见不远处 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 它就朝宫殿飞去 突就落在宫殿前的大树上 小点 再小点 没见我正读出来 有一天 一只突就在天上飞来飞去 看见不远处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 它就朝宫殿飞去 小点 再往下 再往下小点 0 0 1 调到10 调到15 好that's all 哎 入个音也入不了 突舅唱歌 古时候有一种叫突舅的鸟 头和镜上都没有毛 叫声令人恐怖 有一天一只突舅在天上飞来飞去 看见不远处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 他就朝着宫殿飞去 突舅落在宫殿前的大树枝上 看见在宫殿的长廊里的 看见在宫殿的长廊里的一个 精巧漂亮的架子上站着一只鹦鹉 他在身上装饰着晶莹的珍珠和五彩的丝带 美丽极了 突舅飞下来落到鹦鹉面前 羡慕地问这是什么地方 鹦鹉回答这是王国 这是国王的王公 你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是从大森林边上的原野飞来的 鹦鹉说我原本也是生活在大森林中的 被人捉来献给国王 就来到了这里 你在这里过得好吗 过得很好 国王叫人喂我最好的食物 每天给我梳理羽毛 还常常赏赐我珍珠彩色丝带 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突舅惊讶地叫了一声 哇国王为什么要厚待你呢 林武说因为我会唱非常好听的歌 国王烦闷时就来听我唱歌 我的歌声能够让他高兴起来 突舅想原来这么容易就能得到国王的宠爱和赏赐 我何不学学鹦鹉也给国王唱歌呢 突舅有些嫉妒鹦鹉啊 说你以为就你会唱歌吗 我比你唱的好多了 我这就唱让国王听听 当那时他一定会宠爱赏赐我 你就没份了 说着他张开大嘴就要唱歌 鹦鹉急忙打手势 制止突舅 国王正在睡午觉 你把他吵醒了 他要发脾气了 突舅却把嘴一撇说 你是怕我唱的比你好 夺了你的专宠吧 说着他朝着国王的寝宫飞去 站在国王的床头 扯开嗓子大叫起来 正沉入梦乡的国王 被突如其来的叫声吓醒了 他愤怒地问是什么声音 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突舅大模大样地站在国王的床头 说道是我在唱歌呢 国王又吓了一跳 命令到好大的胆 敢来吓唬我 来人 把这只怪鸟抓住 内侍围过来 把突舅抓住了 他们拔光了突舅的毛 把他扔到城门外 突舅浑身疼疼难忍 又无法飞行 不得不挣扎着站起来 跌跌撞撞地往回走 心里恨透了英雾 森林边上的原野上 一群鸟儿看见光秃秃的突舅 一蹶一拐地 干啥 看你电视 一蹶一拐地走回来 都好奇地问他怎么了 怎么被弄成这个样子 突舅说 都是那只该死的鹦鹉 把我害成这样 他不责备自己 却怪罪无辜的鹦鹉 这样的鸟难免落得如此下场 好了 这是第一个故事 今天讲 你先讲一下